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修法重点包括有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常态化 增订藐视国会罪 新增国会听证与调查权 还有行使人士同意权时需要记名投票 对此 民进党团将要申请宪法解释来反制 而行政院也表示要提出复议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历经四次院会审查 28号三读通过 条文修正通过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修法内容 包括总统赴国会国情报告 藐视国会罚还 国会调查权听证权以及人事同意权等关键条文 28号完成三读程序 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 民进党团准备好视线相关规划 即将对违宪条文提出视线 相信正义即使会迟到但正义终究会来到 民主已死 国会已亡 民主进步党我们准备好了视线的相关的规划筹备 我们即将对于这样一个违宪的条文提出视线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奇表示 这是执政党开启另一个战场的开始 会奋战到底 让调查权和听证权在台湾落地生根 行政院确定会提出复议 我想这又是执政党打开另外一个战场的开始 我们再次的表达我们会奋战到底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说 走过30年国会改革终于三读完成 历史将留下记录 痛苦会过去 改革会成功 继续为台湾民主深化努力 强而有力的国会 可以跟这个做到这种分权与制衡 这才是国家的 确保国家可以长治久安 不管国民党或民众党 对民进党来讲 他是一个竞争者不是敌人 对于民进党团将申请示线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尊重 行政院会依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的程序 将这次修正案以请立法院复议 以忠实捍卫宪政程序 总统府深夜回应 总统赖清德期盼民意关注的重大争议性法案 朝野在三读后仍有持续对话调节的可能性 以呼应国人民意诉求 记者综合报道 而昨天在立法院外 则是有大规模抗议活动 数十个公民团体和声援民众聚集 反对国会滥权 呼吁正式民意 而到了晚间 主办单位宣布 现场人数已经突破了七万人 除了台北之外 包括花莲 新竹以及彰化等县市 也都发起同步串联行动 立法院场内闹哄哄 28号晚间9点多 场外周边济南路 中山南路和青岛东路 也寄卖深远528青鸟行动的民众 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联合 喊出现场人数 已经突破七万人 今天我们在全台湾各地 都还有人在串联 各地都有举办活动 不只在台湾 其实在国外 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台湾人 在关心国会滥权 下雨没有阻止民众聚集 到了下班下课时间 人潮越来越多 主办单位表示 象征自由与希望的青鸟 飞向各地 全台15个县市同步串联 遍地开花 各地民众都走上街头 呼吁国会正式民意 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站出来 我们可以让那些立委 知道我们公民会为了自己的权益而站出来 在5月24号的全台串联 独独缺漏了桃竹苗地区 我们新竹人这一次绝对不会缺席 花莲场活动大多为年轻人跟学生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就算在花莲也有不同的声音 就算我明天要生了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就是有这样子的 就是花莲有这样子的那个集合的话 我还是愿意站出来 民间团体表示 虽然没有完成阻止法案的通过 但这一次青鸟行动 透过立院四次集结 连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将转向在地对话 呼吁全台各地的公民积极行动 给予滥权力为警告 记者谢震宁 温家凯张军豪 朱凤志钟建刚综合报道 独报时间来看到 中国时报是 由于肺炎炼求菌疫苗打气不佳 疫苗效期已尽 机关署昨天宣布 开放50到64岁的民众 可以免费接种 共约10万剂 打完为止 联合报是提到了 国内鸡蛋产量持续回稳 但是近期鸡蛋买气仍然不如预期 目前鸡蛋产地价 美金是32.5元 批发价是42元 都创下近两年新低 近期农业部以及养鸡协会 已经要求产地 加速淘汰寡产老母鸡 进一步降低成本 自由时报报导 强震过后 端午节廉价将至 不过民众对山区旅游 望而却步 中部离山和古关山区的游客 大幅减少 平均住宿率不到两成 业者是纷纷推出优惠等措施来揽客 而看完了报纸的重点继续来关心 商总理事长许书博透露 路团来台指欲可待 而交通部长李孟燕 今天将会和旅游业者来进行座谈 旅行工会表示 希望能够尽快解除 附中禁团令 强打机票与住宿优惠 台北旅展展前记者会上 业者预告寄出超低折扣 瞄准暑期旅游市场抢客 而业界也都听闻 两岸旅游市场僵局有解 政府将对两岸议题释出善意 包含更多的航点开放 以及旅游人次增加 预计月底前就会有答案 工部长那边也给我们 一些善意的回答说 全面开展或者是局部开展 循序渐进的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业者对这个讯息 是满心的期待 希望他赶快宣布 因为旅游是需要时间的 他六月开始的话 我们事实上也都要到七月以后 才有可能成团 旅游业界呼吁 公安署可以先宣布 解除六月一日起附中禁团令 因恢复组团需要一定作业时间 交往部长李孟宴日前表态 有关禁团令 两岸观光交流必须站在对等 互惠原则 李孟宴也将在29号 与各地旅行工会代表座谈 但观光学者预期 就算我方释出善意 两岸观光僵局 可能不会这么快解套 对于禁团令 是否解除油谱 交往部日前回应要等五月底前 将有跨部会会议 据了解该会议将在30号登场 而31号就是台北旅展开幕 业界预期 届时政府将对两岸旅游 有三官宣布 记者需要朋友组台报道 国内的肠病毒仍在流行期 台北市政府宣布 因肠病毒疫苗价位较高 也尚未列入公费疫苗 因此将针对弱势儿童 提供全额补助 预计辖区内有800多位的儿童 可以受惠 机关署监测资料显示 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 有15180人次 较上一周下降15.1% 但仍处在流行期 且又出现重症个案 一名北部六岁男童 因出现发烧及炮诊性 咽霞炎症状就医 三天后出现颈部疼痛 僵硬症状再度就医 对于两到六岁幼儿 目前市面上有两家业者 推出肠病毒疫苗 完整注射两剂需要8000元以上 北市府宣布 将自6月17日起 全额补助弱势儿童 只要是两个月到未满6岁 据台北市第二类儿童医疗 补助资格 包含罕病 重大伤病 低收 关怀之家儿童等 就可免费施打两剂 肠病毒疫苗 台湾有三例 克莎吉的重症 当然不是说肠病毒 其实不会重症 但是我们还是先投注在资源 在这个比较特定的族群上面 然后希望优先来照顾 相对弱势的孩童 这个打的效果不错 等等的因素 我们会再考量 也许适当的 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再慢慢放宽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卫生局也提醒 肠病毒行别多元 就算接种肠病毒 七十一型疫苗后 还是可能感染其他 行别肠病毒 因此人需要做好 勤用肥皂洗手 来堵绝病毒 大流行期间 大人小孩都要做好防疫 记者刷朋友组台报道 为了要遏止车祸 肇事逃逸行为 新北市警局 从六月一号开始 要实施检举新制 只要民众提供肇事逃逸 或是交通事故的影像 帮助警方 理清事故原因 就能够获得检举奖励金 从一千元到一万元不等 行车记录器拍下一辆机车 疑似超车不当 擦撞另一台机车 导致无辜歧视惨衰 但肇事歧视却没下车查看 反倒催友门落跑 像这样类似的赵陶事件 层出不穷 为了遏止车祸赵陶行为 新北警方寄出检举新制 从六月一号开始 只要民众检举就有奖励金 协助警方在厘清 意外的发生 或者怎么样之类的话 我觉得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最主要应该是说 可以帮助到这个世界 能够更快的水落石出 新北警察局表示 只要民众提供交通事故 肇事逃逸 或是道路交通事故 录影资料 协助警方理清肇事 或交通事故原因 都能领取检举奖金 首先可以下载警方的APP 再申请服务专区 点选交通事故 影音上传平台 再填写输入事故车号 时间地点等资讯 提供给警方审核结果 警方会以书面通知 再合发奖金 如果提供的是 道路事故影像 最低奖金一千元 最高五千元 但如果是提供 肇事投影影像 奖金则从三千到一万元不等 其实有时候在 可能事故 有些死角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希望说 民众可以 如果有好心能 可以提供我们事故影像的话 我们可以把案件 离心得更全面 警方表示民众检举采实名制 如果是匿名或提供不实资料 或是同一起交通事故 已经领过奖励金 都无法合发奖励金 期盼先知上路后 能有助警方调查交通事故 和兆陶事件 记者原则 郭俊玲新北报道 食药署公布 边境查验的不合格名单 而其中 网购族常用的平台 库棚 从韩国输入 扁薄木砧板 融出事业不合格 总共有20公斤的 违规砧板 将全数退运或销毁 而这也是库棚 在近半年来 第七件违规产品被抓包 网络购物快速又方便 不过是要数28号公布 最新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 其中包括电商平台库棚 从韩国输入的扁薄木砧板 融出实验不合格 引发网购族的担忧 会担心毕竟怕有一些什么 有毒物质之类的 会担心 就是会想说 是不是吃下都会影响之后健康 食药署表示 这批不合格砧板 总共有20公斤将全数退运或是销毁 而这也是库棚 近半年来第七批产品 被剪出不合格 而且从今年1月以来 更已经连续5个月被抓包违规 另外食药署统计 去年10月底到今年5月20号为止 韩国输入木制餐具不合格率达4成 因此在边境要针对所有韩国木制餐具厨具加强抽批查验 4月15日起到今年113年10月14日止 在边境针对韩国输入的木制餐具及厨具 才加强抽批查验 抽验的比例为20%到50 如果说那些残渣东西混到我们食物化 我们就担心说民众吃了之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肠胃道不适的症状 对此库棚发声明回应 相关产品符合韩国销售规范 但会遵守台湾食药署规定 立即停止销售该产品 也会销毁边境不合格产品 此外食药署公布的不合格名单 还包括中国大陆的水果手动榨汁器 大麦苗粉 越南的螺旺子酱 马来西亚的辣椒粉等 同样等于规定全数退运或是销毁 记者那水平讲龙详台报导 全台湾有13000家便利超商 密度非常高 不过消费行为够不够环保 调查发现 有超过六成的民众到超商 还是会拿网袋 杯套 吸管等一次信用品 而另外 垃圾分类也常常错把餐盒 当成一般垃圾丢掉 却又把无法回收的花 发票丢入资源回收桶 国内超过1.3万家超商 每1700多人就有一家 密度仅次难谈 享受便利 大家的消费行为够环保吗 重新思考环教协会调查 其实高达63%民众会索取餐具 吸管等一次信用品 然后错把电子发票当成资源回收物 却把可回收的餐盒丢进一般垃圾 通常是吃过餐食的 他们可能觉得比较油比较脏 然后因为超商是一个非常快速流通的一个场域 所以他们可能也不太会有清洁的行为 然后就会直接一般垃圾丢弃 所以大概只有45%的正确率 为了提升回收率 环团与超商合作加强在托盘宣导 丢垃圾时有更明确的指引 协力调查的学者认为 民众知道要做环保 回收却做不精确 显示知行有落差 事实引导有必要 在无痛的情况之下 知道一些讯息 所以明确的图像式引导 或者说一个很简单的口号 我觉得那个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透过新宣传 消费者进入超商购买餐盒 坐下来吃再到丢弃 会被多次提醒 餐盒丢资源回收等资讯 最后一里路 则在新式垃圾桶完成 来消费者在他产品的最后一里路 也就是他丢对垃圾 做好回收这件事情上 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宣导 超商表示也推动源头减量 先是包装原本上下盖 都用塑胶材质 现在改用平口风 部分便当盒也改成纸的 减少400吨塑胶使用 将来自由品牌的饮料 也要朝向轻量化设计 记者林志明 陈昌伟台北报导 立委提案 要修劳动基准法 和就业服务法 针对女性怀孕 未满三个月流产的部分 提案应该要给 五到七天的有薪假 劳动部则是认为 要考虑雇主能不能够做得到 建议可以请扣半薪病假 引来立委批评 而对此 劳团建议 政府变列预算来应应 公共化处理 立院未还委员会 本周审查劳基法 救补法修法 其中立委关心 产假延长的修法 提案要将产假 从现行的八周 延长为十二周 并且提案新增 怀孕未满三个月流产部分 应该给五到七天的有薪假 由雇主给付流产假薪资 不过劳动部认为 提案利益良善 却担心可能会造成 对玉林妇女就业的乙行歧视 女性立委批评 只有女性才需要流产假 劳动部缺要女性劳工 和其他人一样 请普通商病假 反倒是歧视女性 劳动部长何佩山则回应 如果要做 就要评估政府 是否可以编预算因应 那其实我们如果去看 就业歧视案件里面的 怀孕歧视案件 其实在每一个 每一年里面的比例 都还蛮高的 原因就来自于 因为他的事实 叫雇主来负担 那其实在很多的 国际公约里面都要求说 产假薪资 其实应该是要 由公共化来负担 长期关心女性就业议题 的劳团认为 立委的提案 都是由雇主给付 流产价薪资 雇主能否做到 仍需评估 不过确实可能导致 妇女就业歧视的情况 认为应该评估 由政府编预算因应 以公共化处理的必要性 也是体现政府重视 女性就业权的表现 记得陈安心 张宇佳台报导 世卫大会 台湾无法与会 不过立法院世导团 也把握时间 进行国会外交 28日 除了与瑞士下议院 友台议员见面 讨论未来合作的方式 也拜访首都伯恩市长 互赠两国伴手礼 立法院世导团 今天来到瑞士联邦国会 下议院 要跟瑞士友台议员 进行交流 瑞士国会去年通过 加强下议院与立法院的议案 预料今天会有更深的讨论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表示 瑞士国会期待台湾立法院 能够成为台瑞双边关系的推手 除了关注民主及区域和平稳定 也希望深化经贸 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合作 世导团接着前往伯恩市政厅 与友台市长格拉夫恩里德会面 伯恩市长是台湾的好朋友 任内推动许多台瑞交流 他与世导团互赠礼物 还俏皮地用刚获得的台湾茶具 加装喝一口茶 展现对台友好 基于相似理念 这几年台瑞国会和城市之间的交流频繁 目睹俄乌乌战争和中国威胁建增 瑞士提高警觉 期望和民主台湾有更多合作 记者梁晏林志坚 瑞士日内瓦采访报道 新竹大楼26号晚间发生火警 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 而火调人员初步鉴定 是地下室的电缆线 因故短路才引发火事 而在火灾初期有启动排烟风机功能 更是后续因为缆线烧毁造成停止运转 火警后第三天回到新竹 瓷云路上的火灾大楼 部分住户穿着防尘衣和口罩 准备回到家中拿取重要物品 有住户拍下大楼内部画面 无论是电梯或是出入口 甚至到墙壁及走道 几乎都是被黑色粘着物覆盖 既难清理又有刺鼻味 28号火调人员重返大楼 调查火灾发生原因 另外也有民众前往灵堂 哀悼训职消防员 27号晚间新竹市长高洪安 亲自写信给新竹消防同仁表示 将择其为两位涌销 举办联合公计 也会入寺中列词 争取总统办发包养令 凯模奖章并追进分队长 火灾后传出有人质疑 是住户擅装电动车充电桩走货 大楼主委杜爱否认 申请充电桩的时候都是经过 我们都会去跟台电申请 部载会不会超过台电原先的设计 如果会超过设计 台电根本不会接受你的申请 大楼主委指出 等到火调报告出炉 会申请公共意外险和火险 另外针对消防灭火器等设备 也会重新检视 确保大楼消防安全 但要全面复电 还需要几周时间 记者员此过去 郑军林张军豪台北新竹报道 南美洲国家致力的滨海度假胜地 今年2月爆发史上最猛烈的野火 夺走137条人命 而当局详细调查之后发现 竟然是一名异销 为了想要成为正式的消防员 跟一名林务官员 串谋纵火 暗夜中野火狂烧 整片建筑陷入火海 这是治理中部滨海度假圣地 瓦尔帕莱所 今年2月间爆发野火 将当地村庄移为平地的害人景象 当时外界以为 这是声音现象所导致的天灾 但治理当局经调查后赫然发现 一名22岁的异销 和一位林务官员涉嫌纵火 已经将他们逮捕起诉 调查人员指出 这名异销为了晋升为正式的消防员 和一位林务官员串谋 利用火势能迅速蔓延的天后条件 蓄意纵火 简调在起货点找到汽油与石辣等证据 也在异销家中发现相关证据 这起治理史上最严重的野火事故 烧毁上万栋房屋 及近9000公顷的林地 并夺走137条人命 得知局内有内鬼 林务局主管不敢置信 而案情曝光后 受害灾民更是气费难平 目前检方正在调查证明 易销是否涉及其他纵火案 也不排除此案 有其他共犯 而消防员不救火 却涉嫌纵火 也让当地消防单位大感震惊 他们强调这是独立事件 消防队绝对不允许 这种情况发生 公事新闻的汇明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